車來測網的東興路上 去年11月才發生機車狀行人意外 造成一重傷 惡情傷 因為有民眾反應 基隆女中門口右側整排人行道 行道處枝蓋茂密 加上路燈照明不足 只能靠基隆女中圍牆上擊斬路燈來照明 燈起來 因為燈你要靠另外一邊 這一排的話 燈是沒有的 它會什麼樣的情況 危險 就昏暗危險這樣子 路宿太過茂密 擋住了光線 樹枝網道路延展 樹下還停了一整排車輛 根據警察局統計 東興路320號到330號 前兩年就發生了蛇企輕重傷車禍 市議員韓世玉邀請了當地里長 市任府督發處公園科到現場會堪 為了修剪行道數 民眾看法不一 路宿太突出路面的時候 大型車輛一定要往內這裡 容易形成車禍 所以我們建勤把路宿盡量往內修 往內修 讓大型車輛能夠靠邊行駛 讓空間 讓一些機車主也可以安全的行駛 我們在這個現場可以看到進行車道的部分 所以導致我們很多的機車主 在接學生的時候都要靠右側行駛 這個部分的話會造成很多的家長的不便 而且也會發生危險 因為有的時候接送小朋友的時候 右側的話其實是大車的車道 那變成說很多的機車呢 都非得要變成說往右側靠攏 那這個時候就會發生擠壓的現象 或呢 那變成說呢 其實也是在乎於說呢 我們這個路段呢 的確是較為昏暗的 好 那呢 這個路段呢也是有需要有待加強去做一個改善 對啦 一方面當然就是 因為這個保育嘛 對 第二個就是說 也為了視線的問題 對對對 雙方面考慮一下 原則我們會針對安全性的部分 然後去做梳枝 那內部他們已經有一個綠色綠陰隧道的感覺 那我們原則會保留 那我們當然是就十二不良知的部分去做修剪 那原則以第一 安全性為主 那那個照明的部分我們會修開 經過現場協調 決定行道樹外側枝葉適度修剪 以不妨礙行車視線為原則 市政府突發處公園管理科強調 將逐年太換路燈 加強照明 增加夜行安全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